记者蔡章盛新竹报道,林姓男子日前与有人到酒店饮酒作乐,与酒店女公关小云,化名,看对眼,搂抱喇舌,事后还相纠到厕所上演激情四角兽。 二十几天后,小云竟带住宴商单控告性侵,检方调查发现,两人不出厕所时,女方并无不悦,皆为求救,加上事后屡传不到,无其他证据佐证林姥犯罪,全案部起诉。 检警调查,二十九岁的林姥年初与有人上酒店,与二十七岁女公关小云相谈甚欢,又搂又抱,甚至还公然喇舌,事后两人还先后走进包厢厕所上演四角兽,再若无其时出来,继续欢唱饮酒,互留LINE。 二十几天后,小云到医院验伤并报警,指控林南趁她酒醉上厕所时,尾虽进入,她酒醉无力反抗,遭性侵得逞。 她说,身上的伤大多好了,只有膝盖仍有伤势,但当下因酒醉无力抵抗,但她有大叫不要,林南大声喊冤,声称当时是你行我愿,对方主动勾引她到厕所,在里面还先帮她口交,并没有发生性关系,事后她还传LINE。 那一夜的事,就当没发生过,林南也提出对话记录辩驳。 同行的王姓友人正称,当时大家喝酒唱歌,都很开心,看不出女方有任何异状,也没看到她向其他人求救,只看到当时两人在唱歌时又抱又亲,像一对情侣,而且两人走出厕所时,也看不出被害女友任何不开心的样子。 建方传唤小云道案说明,但她一直未道案,由于缺乏积极证据证明林南犯案,全案不起诉。